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开始注重资安管理 我们今天也特地邀请到了资讯处的陈处长来到现场 来为大家做说明 处长您好 余金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谢谢处长今天抽空力领我们现场 这边呢我们想要请教处长 台电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资安的重要性呢 自从网继网络兴起后 我们就意识到网络遭骇客入侵的资安威胁 为确保台电的资安防护 我们在民国93年 就已经导入资安管理制度 也取得了相关的外部认证 经过了十多年的宣导和努力 也让同学们逐渐意识到 自从安全的重要性 其实资安工作的推动 是属于比较吃力不讨好的类型 尤其如果要符合资安的要求 通常呢会跟使用上的方便性互相违背 处长您觉得推动资安工作 会遭遇到怎么样的困难 注重如何有效应变快速复言 将冲击降低到最小 就在母亲节的前夕 公司发生了一件热搜病毒事件 趁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资讯处的处理过程 5月13号早上 自安监控中心察觉到台电公司内部 出现了异常网络活动的警讯 这是WannaCry勒索病毒的入侵 造成的首颇感染 幸好资讯处立刻有所警觉 在第一时间成立了 资通安全事件紧急处理分组 沿商应应对策 并制作SOP下载修补程式 成功地阻止了灾情的扩大 也给了我们一个 自安士兵演练的机会 那当然在很多同仁 也牺牲了假期 有的单位在礼拜天就进来 然后就很努力地做了这些动作 那当然很庆幸 这个事情并没有再扩大 那到礼拜一之后呢 同仁也都遵照SOP去做处理 最后在大概5月22号的时候 大概所有的这个 清查的这个动作还有回报 那我们公司大概 这个重要的基础设施 其实都没有受到影响 事实上现今的技术 很难完全避免 自安事件的发生 就像感冒 疫苗总是赶不上 病毒变异的速度 在这样的情况下 最好的方式 就是加强预防的概念 避免暴露在风险之中 一直以来 资讯处都非常注重 自安的宣导 十多年下来也颇具成效 同仁可以在W3的自动安全网络上 查询到相关的课程 同时资讯处每个月 也会发行这个自动安全电子报 同时在台电的网络学院上 我们也有很多的自动安全的课程 那同仁可以利用空打的时间 减网阅读学习 第二方面我们要如何提高同仁的 使用网络资讯的紧接性 这方面我们是配合上级机关的要求 每年会举办两次的社交工程研练 那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培养 同仁使用资讯网络的一些习惯 对不明的这些邮件 不要轻易地去开启连结 如何分散风险 并借由异常管理 及早发现自安状况 是资讯处长久经营的know how 然而不管拥有多先进的科技 最后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还是人性 自动安全并不只是资讯单位的工作 而是公司的全体同仁 需要一起学习成长 共同担负的责任 台电公司台北报导 无论是在工领域还是私领域 在科技越来越发达的现在 也出现了更多的隐私刺探 甚至是诈骗行为 需要大家时时刻刻来提高警觉 最后我们再请处长 给大家一些关于资案的建议 之前有一句广告词说 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 其实资案威胁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一直在创导 资通安全能人有责的概念 我们应该随时对网络资讯 保持紧接性 对不明的邮件、网站 不要随意开启极连结 平时也要做好更新 备份的工作 遇到有资案事件 能迅速反映通报 每次的事件都是一次改善的机会 资讯处会努力 透过提升技术 来加强资案防复的同时 也更需要同学们的理解和配合 资案工作其实就是一个 不断努力的过程 请各位同仁和我们一起来加油 今天非常感谢资讯处的陈处长 来到我们台电影音网 跟我们分享资通安全这个议题 也期待各位同仁 都能够有高度的资案意识 在这个网络的时代 保护自己以及公司的资讯安全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谢谢大家 我们一起努力 再见